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到十二点钟辅导你家的节目时间咯 这个节目是由天原文化所赞助播出 陪同大家一起学习成长 今天的节目一样非常多精彩的内容 不过首先先来听到这首音乐 是来自太阳神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 幸福报道 在好听的音乐之后 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书籍导读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潮来潮往不见佳人笑 海洋当膨胀 对我微微笑 乘着吹笑幸福要抓狼 不过不见佳人笑 不过不见佳人笑 好远当归人绕 天地来潮 水灯泪是点花煎熬 岁月如刀 现在开始独秒 幸福报道 继继续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 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会分成了不同的阶段 透过了不同的话题 带着大家一起来学习 吸收成长 那在第一个阶段 都会为大家导读《太阳生的导师》 所出版著作的书籍 不过《太阳生的导师》的著作 非常的多 那近期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 幸福跟着来 已经来到的第五个章节 勇猛精进了 那上周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5-7章 神圣经缘做好连结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持续跟大家导读这一本 幸福跟着来的第五至八章 分秒落实爱与感恩及修行 读者提问说 请问导师 您书中讲的修行 究竟是什么呢? 而《太阳生的导师》解答说 从古至今 古圣先贤的教诲 以及各种 以及各宗 以及各宗教的千金万点 所阐述的各项观念思维 都是为了提升人们的思维与境界 因此了解人生舞台的机制 对于许多人、事、物 都可以放下 并且看穿、看破、看通 无论是否如意 都有自己的智慧 也就是逻辑 人生道路顺遂安逸时 更要懂得知福、习福、再造福 纷纷喵喵警惕自己 要落实爱与感恩才是真 切莫在人生逆境时 一面爱与感恩 一面觉得痛苦 最后 爱和感恩都变了味 因为没有达到一定火候 因心无旁骛 真情流露的落实 这与你是否看通、看破、感受 是不一样的 当然结果也就不一样 当你一步一步落实爱与感恩 到某一点的时候 修行就已经到达一定程度 若无法将爱与感恩 实行在生活中的每一秒 则要试着慢慢去感受 老实研读地子规 并与天地相结合 期待天地正能量场在你一程 让你的人生舞台空间场 顿时变得有弹性 而不再只是一个狭小的舞台 若能够达到此一火候 就是修行了 好比一生气 与天地间的结合就不自然 气场比较差 所以本来一周生五次气 渐渐生三次 最后都不生气了 这就是修行 此一观念和逻辑很重要 许多人借由道家 或者是灵修理的树 改变自己生活的困境 但那只是帮你达到中间的过程 利用树来达到自己某种利益 若没有好的智慧与逻辑 是承载不起的 不如好好落实超级生命密码 梳理的理念与心法 请记得修道人间圆满 你就是一个承载体 只要你肯真诚尝试 超级生命密码书中的心法 并且懂得忏悔和发愿的真意 那么当你在落实爱与感恩 有困难时 可以借由心法的引领 帮助你走过困境 观念一转就事半功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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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订阅 也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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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u 幸福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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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分享导读到的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汤圣的导师所出版的著作 幸福跟着来的第五支八章 那在当中呢 其实讲到了 爱与感恩要渺渺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对不对 但是如何落实 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连结呢 其实大家也可以回过头来 再来去翻阅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籍 在当中呢 会有更原始的一个 落实的一个心法步骤 或者是大家可以在从中 可以了解到了更多的一些超码的细节 所以也欢迎大家咯 除了这一本幸福跟着来之外 如果你想要一起来做修行 做一个实证的话 也可以从超级生命密码书籍当中的一个心法 开始一起做起咯 就欢迎大家呢 也可以一起来参考超级生命密码 这一本书咯 而在我们节目当中 除了会为大家一同来分享 导读到的是太阳生的导师 出版著作的书籍之外 另外也会邀请到了 就是在全世界各地 一起来学习超码的家人 一起来分享了 学习心得还有收获了 而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超码的学员 Jesse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进行分享 Jesse你好 子荣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Jesse 那Jesse还记得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机会之下 然后认识接触到了超码这一套的系统呢 嗯 在跟超码的因缘要回说到2012年 那个时候在亚马逊的网站上 订了英文版的超级生命密码 看完之后呢就把书搁一边 这一搁就搁了六年哦 那在2018年 姐姐送了一本中文版的超级生命密码 看完以后也是马上送给别人 为什么呢 因为觉得自己完全不需要 然后又浑浑噩噩的过了两年 第三次就是2020年的4月 参加了一场共修课 原来啊 就是错过了两次的超码了 也许是因缘具足咯 就开始学习了 在透过了书籍 先前认识之后 哇 没想到呢 又隔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哦 那Jesse后续 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 又加入了共修课程 那甚至是在当中呢 又进而更加努力的学习 然后把这一套的系统 落实在生活当中 那您还记得 第一次参加的一个心得 心情又是如何呢 嗯 是的 在刚刚说2020年4月进入超码 那个时候呢 念导师的书 上精英会 读弟子归 听导师的歌 还有每个礼拜一次的共修课 哇 那个时候 顿时觉得生活突然变得非常有意义耶 好像有一个目标 而非常幸运的 就在同年6月27 28 参加了圆满爱 群星闪耀 浮绵延的大型活动 记得那个时候 学会导师的第一首歌 就是群星闪耀浮长照 跟活动名称很像对不对 那个词里头啊 有写着 造化弄巧 量身打造 有天地才可靠 浮星高照 要与不要就在这一秒 就觉得自己好幸福 因为当时选择的是要 果真啊 天地让你靠哦 哇 真的 在学习了超码之后 发现了 其实在这套系统当中 应该也可以 很好的融入在生活当中 所以呢 Jesse也是进而开始呢 做学习之外 也是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如法实修吧 那Jesse是不是也觉得说 我在学习超码前后 对于自己的生活的各个面向 甚至在家人身上 也有很多的礼物和收获呢 是的 那Jesse先分享 健康方面的收获哦 其实啊 很开心 也非常的荣幸 有这个机会 再次来到福道你家 做分享 很多的朋友 都知道Jesse 有五十几年牛皮癬的问题 从小到大 全身上下都有哦 遮遮掩掩 非常的自卑 但是呢 总是一直鼓励自己 哎 至少还活着呀 那自从来到美国 也许天气比较干燥 皮肤没有像小时候 那么的可怕 但是呢 就这么巧 在2020年 牛皮癬突然变得非常严重 看医生啊 吃药 针灸 完全都没有效 人说啊 危机 就是转机 苦难 其实是化了妆的祝福哦 是啊 天地的爱 就这么巧 让Jesse遇见了超码 刚开始的时候 虽然懵懵懂懂 但是很感恩 天空腾汉人 知道自己的毛病是什么呢 那是因果病 大家都听过一句话 今生我所受 是过去我所做 于是呢 听话照做 落实书中的方法 诚心忏悔 在累生累世 伤害了众生的皮肤 而在幸福跟着来 二支二十八的章节 这个的标题是 皮肤内层的秘密 看完以后 哇 才了解到 除了过去式的深夜 还有口夜 一夜啊 那Jesse就在参加完 2020年627 628活动之后 皮肤真的一个月 一个月好转的程度呢 从70% 85到90 然后再到干干净净 哇 非常感恩导师 感恩天地 还有感恩负能量哦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年初发生的事情 有两个多月呢 Jesse的双颊 像唱评剧的 那个脸那么红 一直以为可能是天气太冷啦 或者是擦错了乳液啦 等等 直到有一天晚上 做了一个梦 哇 非常感恩这个梦境 除了忏悔 不要对人事物 随意做论断批评之外 还有 以前呢 常常有不好的情绪 投射出去了 是不是伤人又伤己呢 那Jesse仍然是用了 书中的方法 就恢复原来的样貌呢 我们都知道 人的身体 是不是有很多毒素 然而心毒 也是导致生病的原因之一 那最近 在阅读导师 能量密码圣经这本书 导师书中写到哦 红尘俗世间 诸多的健康问题 会因为如法实修 出现解方 你就会发现啊 以积极运作的形式 调整能量 那些逆时钟方向的人事物 对你而言 就会变成绝缘体哦 那接下来呢 Jesse要把分享的重点 放在女儿了 非常感恩在疫情期间 女儿她的学校 都是网络授课 所以呢 就有很多的时间 可以跟她分享 抄马的理念 还有导师的教导 比如说爱与感恩 祝福 转念 反投诸己 等等很棒的法宝 那记得呢 她在2020年10月的时候 女儿她在网络上申请了 世界级食品公司的实习 那因为疫情呢 都必须要用电话来面试 那Jesse就跟她分享 弟子规里头 顶级Sales 乔吉拉德的故事 女儿听话的穿着套装 恭恭敬敬的面谈了三次 果真得到了实习机会 那在女儿身上呢 看到导师啊 常常告诉我们的自助 人助 还有天助 那通常呢 在美国实习完毕 最后呢 公司会决定 要不要录取你 那对一个亚洲女孩而言呢 想要挤进世界级的公司 如果没有一点运气 真的是有点困难 那一年的8月呢 Jesse就运用了 太阳灵验转运法 结果女儿真的拿到了 这家食品公司的 正式运聘书了 那前几天 特别谷歌了一下 这家公司 已经从当时的世界 第六大越升为前三大了 哇这个研发的工作呢 是女儿从念大学研究所以来 就梦寐以求的 真的感恩来时路 所有帮她的每一个老师啊 同学啊 以前工作过的长官同事 还有亲我们的指导照顾 当然还有曾经的挫折 最最最重要的就是感恩导师 感恩天地 那此外呢 女儿她也不时的会运用 太阳灵验转运法 就是子荣导读的这本 幸福跟着来的 第五章二十七节 幸运的拥有吉祥光 也常常遇到贵人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比如说 申请明尼苏达州公寓 非常顺利 然后在去年六月 她准备跟同学驱车前往 明尼苏达州准备上班 原本要去黄石公园玩 但是呢碰到了史上的大烟水 大家Google一下 可以查一下 2022年六月 黄石公园的大烟水的新闻 居然安然过关 那她的美国护照的更换 还有申请Global Entry 还有她的车子的牌照的更新 仿佛有天助 因为在美国疫情期间 要申请这些文件 都是delay再delay的 可是呢处理时间超乎想象的快速哦 那去年我从加州寄了七个箱子给她 原本刚好碰到了美国的国庆日 然后就一直延迟 原本以为说要退回加州了 最后神奇的收到 那她的湿疹啊 还有一次拔四颗致尺 大家知道在台湾的医生 是不可能一次拔四颗 因为会有风险 结果女儿把玩完全没有痛 也没有肿 而且第二天就上班了 甚至她的同事染疫 然后女儿呢 感觉好像都有个防护照照着她耶 而且在去年她是七月上班 然后经过三个月的试用期 然后在十月呢 就调升至另外一个产品部门 做小主管 可以独当一面真正一肩挑副责任 来负责研发 那在今年大约二月初的时候 她出差 遇到了超强的暴风雪 因为在美国明尼苏达州 那个北部的地方 是冬天会非常的寒冷 而且常常有暴风雪 当时呢 以为她可能会滞留机场 结果没想到安全回家 而且只有像飘小雨一样的雪 那在前两个月 5月3号的时候 她研发的两个产品 经过公司各个主管部门的认可 通过了 然后呢 6月2号这家公司的网站 就po出了她其中的一个产品 想想 一个进公司不到一年的孩子 能有这样小小的成就 若非天地何来疯啊 那就在6月11号上个月 她研发的产品已经在超市 上架开卖了 大家知道吗 杰西当下在超市 看到她的产品的时候 心里的感动 激动 真的是无法用言语形容 如果说不想哭 其实是骗人的 那看着鲜黄色 橘色的包装 哇就像太阳的亮光 也想到五六月的时候 家里的踢脚板墙壁 联系好几天都出现了彩虹姐姐 那就是产品颜色的包装 其实呢 杰西的家里 从进超马之后 常常有彩虹姐姐报到 完全都知道 那是祝福 鼓励 加油和打气 也许呢 听众朋友听起来像天方夜谭 但是这真的是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就想到导师有一首歌 荣耀天 人生好天 总要想到天 在女儿身上 真的是好戏默默上演 总要感恩天 不是自己厉害 是天地的厚爱 所以杰西要把一切荣耀归于天 哇听到这样子一个故事 真的觉得说 真的是太棒了 因为除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得到了非常大大的好转之外 其实呢 自己的女儿 其实也透过了这套的超马的系统 在工作啊 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得到了非常棒的一个礼物 我觉得呢 身为妈妈一定非常的骄傲吧 就是透过了这套的系统 没想到呢 会有这样子一个好事连连的感觉 所以呢 也邀请大家呢 可以一起啦 透过了一个科学实验的方式 一起来加入 那在后面还有一点点时间 Jason是不是要来分享 最后的一个心得总结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 一起来分享呢 好哦 超马系统它不是宗教 也不是公庙 是一个科学实验 它不是迷信 它是一套一劳永逸的方法 目的呢 就是在接通宇宙天地的能量 达成幸福圆满的人生 只要您愿意打开心门 给自己一个机会 有信念 身体力行 时做时练 当你的正能量风营的时候 不但会感受到生命蜕变的奇迹喜悦 连家人也都受惠哦 而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非常的开心 可以邀请到的是 来自美国的超马学员 Jason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进行分享 感恩Jason 谢谢子蓉 谢谢大家的聆听 祝福大家 每天都喜乐丰盛 再次的感恩 Jason的精彩分享 其实每一次在录音之前啊 很多的学员呢 都会告诉我 哇 真的很紧张 准备了好几天 甚至呢 还自己录了一次啊 写了很多的稿子等等的 就很怕分享 没有办法呢 把这个超马的精神呢 完全的分享给所有的听众 不过呢 每次在录音的时候 大家其实真的都是 蛮发自内心 而且呢 真的真心的希望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了解 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啦 所以每次录音呢 都非常的顺利咯 那当然呢 也感谢所有的超马家人 超马的朋友们 每次在空中的精彩分享 也希望他们这些生活的经验 对于大家呢 也可以有所启发 有所帮助咯 而紧接着呢 来送上这首好听的音乐作品 是来自太阳神的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 轻松 在好听的音乐之后呢 待会儿就要进行我们今天的 富足人生千百问了 在节目当中呢 会邀请到了太阳神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了 休息一下听个歌曲 再回到F104.1的福到你家节目当中 大力能相同 生命就轻松 幸福生活中 这秘密要懂 曾经以后 真的会轻松 生命就轻松 生命岁月 每样各地都 避免 既早有准备 万事好痛 快乐总有 活力万从 乘心如意 总成声好轻松 心有交代 才会轻松 狗鸣鸣鸣碎之相从 没梦才能无穷 轻松好事一通 轻松好事一通 到你能相同 生命就轻松 幸福生活中 这秘密要懂 从今以后 真的会轻松 生命岁月 每样各地都 避免 既早有准备 万事好痛 脱了总有 我离万从 乘心如意 总成声好轻松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 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我们今天的单元富足人生千百问了 在这个节目当中会有非常多不同的主题内容 带着大家一起透过了主题的探讨一起学习成长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谈谈了以退为进这样子的一句话 其实我常常搞不懂到底以退为进是什么意思 那是不是在为了要完成一件事情 有可能我们自己必须得忍让或者是往后退一步 但是要退几步或者是要如何退 才能让我们这个事情真的是 在可以完成了这个目标之下 也不会让自己太过的委屈 到底退要退到哪里去 要如何可以以退为进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持续邀请到的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生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紫容你好 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像是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的单元 也跟大家谈到了很多的主题嘛 就是我们的人呢 其实就是一个群体的动物 要如何分工合作真的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 在我看到了一句话 就叫做以退为进 常常我都会觉得这句话 是不是一个很负面的意思呢 是不是真的 我们在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我们好像呢 必须一直不断的退 或者是一直忍让 是不是要不断的往后 把这条的防线往后退 才能把这个事情好好的推进 我常常不懂这个以退为进 到底是什么意思耶 导师 这种讲这个主题 以退为进呢 其实有的时候 举个例子说 就是说 也许我们 在某些专业上 有两把刷子 但是呢 我们就 没有锋芒太露 也许 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呢 怎么样的一个互动情况下 别人 他觉得他自己很厉害 但是我们也不急着跟他计较 那么就是大家 共好共荣一起做事 那也许在他的眼里面呢 我们还不急于他 或怎么样 那以退为进呢 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不强出头 我们不急于争议实 那哪怕你现在认为我 没有你厉害 那我也是就是以退为进呢 就是我先不想 那你厉害你自己先做 那哪一天他是自己弄不出来的时候 对吧 然后他在那边 拜托大家来帮他的时候 那我们很轻松的可能就是 一个动作就把他结尾了 他从此以后就会发现 我们是比他厉害 而且厉害很多 所以在他这个心中 有一股刻骨铭心的感受 他永远忘不了 所以这个leader的地位啊 可能一夜之间 啪就是我们的 对吧 但是如果当时我们跟他 我们不以退为进呢 我们就大家整个长短 不是你厉害就是我厉害 可能自己在职场里面 就没有很好的人员 或者是演奏 歌星各方面的配合 就说这个每一样事情 他这个都有一个主角的明星 他是怎么配合 大家怎么样来一起做 我想这些东西呢 是自己越是有他两把刷子的时候 他越是不急于秀在开始或一时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 越是他没有的那个人 他越是想要告诉大家他有 所以有的时候 是不是老神在在的时候 以退为进呢 这个是比较从容的做法 而且不用让自己受很多的 你可能说两个人在相争的时候 有带来什么样的麻烦啊 或怎么样的痛苦啊 其实那些麻烦痛苦我们就不必沾 对 而自己很从容的优雅的 就把很多事情办好 我想这个就是大家比功力比实力的 在现实的层面中 我们也不急于一时的 大家拼谁是第一还是第二 这时间证明一切 后面这个有火后的人 就会扶上台面 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退 事实上呢 在那个时间到的时候 人家都会眼睛血亮的看到 哦 原来黑马在这里 所以这是一个举例啦 一退为进是这样子的 就像导师刚才所举的这个例子 真的发现很多人 就是他可能自己 没有这样子一个才能 或者是呢 他只想要外显他自己呢 可能对于某件事情很会啊 很行 所以他就有强出头嘛 但是有的时候呢 就烙成了一个笑柄和笑话 那像是真的也蛮多人 就很爱炫富啊 或者是很爱炫耀什么的 但是呢 发现了真的 如果看透的人发现 他可能就是一场空 所以其实就是那种 好像更有智慧的人 会更加的善于 可能在第二线 或者是第三线 然后在后面 先看着他家先行做事 然后呢 后面可能 真的等到需要的时候 再出手 所以反而是那种 爱爱奈寒光的人 好像呢 会比较 就是在第二线 或者第三线当中 来当一个支持者的 一个角色耶 所以这有时候 因为不同的局 不同的情况 所以大家扮演角色不一样 基本上就是说 强出头的那个人 不见得他是特别好的未来 或者是怎么样一个完整的交代 但是你说在一个团体里面 默默做事 然后把每件事情都做到 很金砖的感觉的时候呢 那你说这个人 他虽然没有一时强出头 但他真有一个机会点 在上市的研究下 发掘里 他可能就被中用了 因为让别人看到他的长度在哪里 而不是就是希望老是强出头 然后却忘记了自己有很多 需要表现出来的东西 那这就可惜了 那真的自己有一次 两次的这样的机会 你会知道 其实以退为进 对自己来讲 是一个莫大的财富以及智慧 能够把它善用其中 不用看书的 在任何一个环节的互动中 就怎么样知道 以退为进的一种大前提 其实这样子的人是幸福的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对于像我这种性格 比较急躁 或者是比较没有耐心的人 其实好像有的时候 有点难达成 像是可能在某一件事情 一起来共同处理讨论的时候 有的时候讨论起来 可能大家火气都很大嘛 但是有的时候 要如何就是 不要乘一时之快吗 或者是不要为了 想要达成自己的目的 然后呢去造劲做一些事情 这其实也是蛮需要智慧 和这个逻辑的耶 的确 其实这个还是在讲的 我现在说的结果论 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 是个咖 它还是个咖 我们不锋芒外露 但是我们有程度 有火候 时间的证明 我们迟早会被人家注重到 被公司 被上司老板 来看我们跟人家的不一样 这迟早会有的 但是你说一进公司 或者在这公司里面很久了 今天就是跟人家斤斤计较 今天他就是认为 在这个不对 那个不公的情况下 他可能有很多的怨言 也许他在跟着同事讲 有人买单他这一套 但是在他的过程中 不管他有没有跟别人讲 但是他心 只要产生了某种的不对劲的时候 其实影响的就是他自己 所以别人是架设着很好的各种成长 那他天天是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他不知道他正在消耗他自己的福分 消耗他自己的能量 当福分没有办法在cover住的时候 就他身体啊 心理啊 或者什么样的灵魂的问题 就会冒出来 让他没有办法一下招架的住 所以这是对我们唱法学员来讲是蛮重要 能够随时抓住机会 在各种从容不迫的情况下 把自己怎么样的扮演好 然后又很有智慧的来看着 这个样子的一个空间时间内 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发挥 让我们一直在加分 那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就不会想着一直要强出头 那越是这样子的话 你越会感觉到自己人生 能够在平民战争 那才是真的情况下来做可能性的 更大的突破成长要紧 我想这是蛮重要的 这样听起来好像呢 以退为经的这个退呢 不是一直不断的往后退 就是无止境的退让 或者是一个忍让 反而是A在这个退的过程当中 反而是让自己呢 储备了更多的能量 不管是呢 把自己的专业更加的加强 或者是来学习其他的技能等等 其实在这个退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是不是停止不前的 其实我们还是不断的在学习 那在刚好可能好的时机 好的一个点上面运用 哇就会真的往前迈进 所以在这个退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一个储备能量的一个时机 所以有时候 你说生活是艺术 艺术也是生活 当你看懂了很多事件上 因为这样子 所以那样子 太多的这种对比的时候 你就会更加的知道 其实在人间就是这样子 以退为经的人是智者 他只要不要假惺惺的 他的本性就是不跟人家真 但是他做出来的东西 更加的大不相同 其实他做生意来讲的话 也是人见人爱的一个商家 对不对 各方面可能性的进展中 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其实对自己的一生里面 比较不会累 但是反之呢 在他一生中 就会有很多可能性的损失代价 或者是怎么样已经付了学费 好这些东西 都是自己要很小心注意 随时随地的来 在关照自己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以退为进 或者是在这个行进的过程中 大家也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 机具 而不会把相互之间的发较太紧 我想这对每个人来讲 都是一大财富的泉源 当你了悟这其中的时候 很多东西就不会去发生 很多东西可能就会避免 是这样子 这样感觉起来好像呢 就是 可能是在人生当中的一个弯道 或者是另外一条路径 可能我们在这个选择上面 有直线走 或者是呢 也可以转个弯走 那可能有些人呢 就非常的躁进嘛 就直接往前冲 他就发现前面这个路 可能不通 或者是遇到哪些阻碍 反而要花更多的时间 来处理来解决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好像呢 转一个弯 或者是多走一些路 绕了一点路 看起来好像是比较远 但是可能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前面的路途呢 会更加的光明 更加的平坦 那说不定 我们绕了这个弯 好像也不是一件坏事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常常有这样子一个例子耶 是 所以 剖析了人生 很多的故事 也听到了 生活里面 遇到的层面 也都看了 其实人必须要成长 当你越成长 当你越成长的时候 你越能够拿捏 然后因为你越成长的时候 其实你在内心生素里面 就这个满足感比较多 自信心也比较大 所以在跟人的应对进退中 再加上自己的一个外表的呈现 以及可能性的各方面的配合 自己是赢家的这件事情 就不是天天期待 你会看到在人间 你就会扮演的很成功 跟大家都能够非常有他的默契 大家都能够圆融在一起 那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可能 他有这一颗以退为进的心 他有着怎么样的一个 不强出头的一个信念 对不对 所以造就了他整个这样子的一个 意境团体里 每个人都是赢家 要不然他如果太出头 他可能就影响了别人的心情 或影响了可能性运转或怎么样 我想这些东西 都是让自己可以来做 更深一层的揣摩 把该做做好的事情 一刻都不能少的 赶快做最好的呈现 是这样子 对所以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 好好的做学习 在我们追求人生圆满的一个过程当中 要之所进退了 不能不断的往前冲 其实有的时候 适时的后退 或者是在后退的过程当中 来储备更多的能量 其实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如何让我们在这个 之所进退或者是 来以退为进的一个过程当中 可以让这个事情 得到了更加圆满的成果 也可以在这个退的过程当中 累积了更多的自我能量呢 休息一下咯 我们先来听歌歌曲 来听到这一首 是来自太阳声德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寄予穹苍》 在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咯 大家会继续回到了 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当中 持续邀请到了太阳声德导师 为大家做提点 戏闪着 不懈舍眠明 苗月长 太阳是我的温戏 岁月流淘 最终哪年花的爱 暖暖太阳带我翱翔 迎冰雪风双回五十八 百步穿扬破泪是迷茫 我已经不再害怕 拥有爱人情放下 街头远头好坚强 披霜起在你上的上天堂 阴阳的香芬芳 好感恩重草 春景无瑕光 天然飞寻尝 一样的山有遗憾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春景无瑕光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富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 每周六中午十一点钟 到十二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我们今天的 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 超过了不同的主题 一起来探讨了人生 如何要透过了更多的智慧 来做学习 才能达到了 以退为进 这样子一个目的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 只需要邀请到的 就是全球超级生命 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生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水柔你好 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像是我们可能都知道了 要知所进退 要以退为进 这样子一个道理 其实常常听道理 我们都懂 但是要如何去做 其实有的时候 就非常的困难 像是很多人 可能都会像我一样 就是忍不住 可能在一个团体当中 要做某项事情 可能听到了其他人 很荒谬的发言 就会很忍不住的去 回嘴啊 或者是做了 什么样的一个反驳 那有的时候呢 这些造劲的动作 可能也会让自己呢 处于一个 比较不好的境地啦 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嘛 要退一步 海阔天空 但是有的时候真的退不了 这个心绪没有办法定下来 没有办法好好的 沉着的去应对 该怎么办才好呢 倒是 所以这有的时候啊 就是说我们个人的力量 还是很小 如果我们自身的这种能量 或心态没有很ready的时候 你要想要退 你会觉得自己很委屈 你要想要做什么样的让步 或者是怎么样的 在当时没办法发挥 心中不是职位的这种 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其实那个时候呢 如果你的自身的能量强 跟天地能够相串联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以前处处不如人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应有使然 让自己在当下没办法接受 或者是演出更好的戏 但是当有没有可能 跟天地接到源头的时候 你上一间会觉得心很安 你也上一间觉得 以前我学不会 怎么今天我会学会 很多东西就跟以前不一样 那在不一样过程中 因为自身又想到了很多的这些 因缘机会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把握时间 各方面能够 给自己一个交代一个进展 那我想这个 对于自己的这个人生的 一步一步来走 是一个财富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第一步 能够正确 能够有一个好的经验 你就会比较愿意在这上面 一步一步的往前行 但如果你一开始就脚步不对 或者是绕了一个不好的经验 你就会有那个阴影 觉得你一弄这个 可能就不得你意 那最后就会有一种误区 所以你说这里面 有没有很玄呢 其实你用那样的道理来解释 其实没有什么好玄的 但是你在事实的日常中 有没有遇过呢 都有遇过 那讲不出是什么所以然来 其实这里面就跟每个人的福分 福运 有息息相关 在超级生产系统里面 如果能够好好的学习 调整突破 因为你会发现 刚刚我讲的这样子的一个 基本的心态 因为心态的建立 正确的运转 所以你会发现 今天也很成功 明天也很成功 每天都很成功的时候 其实人生已经被改写了 所以不妨来试试看 这个人生毕竟走一步算一步 但是人生有千万步 如果每一步我们都能够成功 对自己来讲 那真的是越年轻越好 都是自身的财富 这样子 对啊 如果我们可以就是每一步 都是往前迈进 然后都是大力的成功的话 那其实就非常的好 但是会不会有些的朋友啊 他们在这个 以退为进的过程当中 好像在每一次都是退 然后退到最后 已经退无可退 然后觉得啊 那就随便就好了啦 反而退到最后 会有一种随便 或者是一种摆烂的心态 这样其实好像也不是一个 好的一个应对方式 如果你所谓的以退为进 然后你就一直退 一直退一直退 然后逼到墙角 那只能说 这个当事人呢 他没有两把刷子 他的程度还不够 所以他没有发挥的余地嘛 所以就被逼到逼逼 逼到后面 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如果我们经常可以 秒秒GPS 自己的所学所长 以及各方面人事物的运转 如果真的知道很多的道理 一开始是如此的简单 那有没有机缘 人家跟你讲得很清楚 那有这个机缘的时候 自己是不是在那一天的情况很好 能够做出更多的好成绩 所以这所有的东西 在进展的过程里 其实自己要 审慎的来看待每一件事情 对于自己的进步 因为这样子 所以那样子的成长 如果每一件事情 他都会交代都有理由 自己又从容不破 不至于说 总是好像压力很大 今天没有进步 我就没有办法 面对江东父老的感觉 如果自己很从容的 每一天都有时间进步 进步进步的话 我相信很快的 你就会看到 因为自己愿意尝试 而改写了自己的生命历程 生命旅程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 我想大家都希望 是乐观其成的 所以大家一起加油 对 尤其是我突然想到 好像在家庭的关系当中 其实有的时候 以退为竞争的很重要 尤其像是可能 在这个婆媳之间的 一个问题上面 或者是跟其他的家人 在争论争执 某一项的一个事情 其实有的时候 更需要透过了智慧 毕竟大家都是 最亲近的人 那不像是很多的时候 在工作可以公事公办 但是在家庭的关系当中 其实又多了一份的 亲情血缘的一个羁绊 有的时候 以退为竞 要如何用的更有智慧 其实真的也要 从生活当中 开始着手做起 其实讲到家人的话 其实你真的细推啊 能不能够合作在一起 最后很多事情 他讲不明白 你说大家在同一个屋檐下 那到底是 他今天该买包盐 给家里用呢 还是我们该买包盐 给家里用 如果每天都是 你一次我一次 你一次我一次 那两个人有默契也就罢了 如果没有呢 如果就是因为一包盐 就开始吵架 那你说谁是赢家 谁是真正弄清楚 以退为进的人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知道说 因为我们拥有着天地的爱 我们的源头点 是如此的富足 所以在一些小事上来看 你认为那都OK 因为你的各方面 已经比出来 你是比较好的一方 所以你不愁 这里面的一些洗礼 后面的待遇 公平与否 但是你愿意付出 你愿意多做一点 来满足家人啊 或者是给家人更多的幸福美好 你这么一做 结果家人呢 就被你的这些安排 或工作就感动了 那结果大家因为这样感动 能量场子提升 爱的能量就提升起来了 每个人都心中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好事成真的 往前走 往前冲 所以你会发现 不管怎么样 最后的赢家还是自己 因为毕竟我们生活 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中 我们不可能跟人家 不接触 所以不管是家人朋友 还是同事 我们在这个生活的意境里面 我们就要知道 我们应该是把它活络化 变成大家都能够是赢家 那所谓的这个 言教不如神教 所以也不用讲太多 这已经是表现出来 其实渐渐的家人 就会开始学习 那如果正能如此 大家有一个很好的共振 那不就是天上人间 一大最快乐的事情 对吧 对 而且如果 家人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在公司当中的同事 同学们看到你的进步 也会觉得很好奇 哇 你怎么会在这个短时间 有那么大不同的一个调整 或者是改变 可能有其他人 也发现了你的不同 进而一起来做学习 这其实就是我们 在这个生活当中 最好的一件事情了 不是呢 好像处处都是 不断的忍让和退步 有的时候呢 透过了一个好的方式 往前迈进 其实也可以带动着大家 一起来做学习 所以有的时候呢 自己的改变 其实有的时候 别人看到了 也会想要一起做加入 像是在超马的一个世界当中 其实也有很多 这样子一个例子 可能在一个家庭的关系当中 看到了妈妈的一个改变成长 有的时候可能自己的孩子 或者是自己的一个 其他的家人朋友 看到了这样子改变 也会想要一起加入 一起来做学习 的确 所以你说要在好的共振里成长呢 还是在不好的共振里 大家都一起是输家 所以家庭的氛围 要有一个领航者 那你说是家长嘛 也许 家长里面都是对的嘛 也不见得 所以我想人活到了 学到了 在随时的可能性中 如果今天这么多人 他在试 比如说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 真的很好 那真的可以 也因为这样子 而让更多人受益 而且他受益的那一方 他又能够让更多人 在每天的生活的现实面 很痛苦的情况下 他也抓出一条好的道路 他有一个可以奉行的一个准则 我想这样子来讲的话 不要说家庭 在整个社区 社会 他都是好事一件 那如果他在这个 不管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他都能够 这个爱地球 各方面都能够做得很好 很到位的时候 那我们地球 本来已经够多的trouble 可能就少了一点 少了一点 那人世间嘛 现实里 他真的有一些小进步 进步 进步 我想天地 他会为我们安排 让更多好事 不管在家庭 工作 还在什么样的机会点上 都会远远不绝地涌出 如果真的够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觉得非常幸福 不用天天的去算计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不舒服啊 对自己来讲都是会受伤的这些事情 我们就要很小心去防范 真的能够很掌握住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很多事情的进展中 我们并不孤独 我们日生的努力 家人也在旁边 而且重要的是 天地也一直与我们同在 做很多的互动 只是我们看得懂不懂而已 如果真的要这样子的话 我想不管在哪里 自己都会是在海阔天空中 看清楚 弄明白人生的真谛 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忌讳里啊 给自己更多的期许 也希望 各方面的计划 我想这就是更加分 更上一层楼 所以我们一起共勉 对 其实呢 在这个学习的路途上面呢 其实是大家一起来共同迈进 如何呢 让我们自己可以储备了更多的能量 富有着更多的智慧 可以在我们 不管是跟其他人一起共事啊 或者是在家庭相处 等等各种不同的一个人际关系当中 可以更有智慧来去处理这些事情 而不是呢 好像强出头 好像什么事情呢 都要往前冲 只能往前迈进 有的时候 诶 再透过了智慧运用的这样子一个方式 以退为进 或者是之所进退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 但是要如何运用呢 其实我们先要来做好了学习哦 所以呢 在刚才呢 导师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嘛 其实在这个潮码的系统当中 也透过了非常的多的方式 带着大家呢 一起来做学习的成长 所以也欢迎大家如果听到了今天的节目 也想要把握这样子一个机会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 先行搜寻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还有脸书粉丝团 在上面有非常多不同的讯息 或者是学习的一个机会可能性 那我们在手机当中也帮大家建制了 超级生命密码的梦想舞台手机APP 也帮助大家呢 可以透过了手机的方式呢 来做更多的学习 在当中呢 也有最新的消息 还有好听的音乐歌曲了 那更加实际的方式 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尸体活动 在我们的全世界各地 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点 都有超级生命密码 圆满人生精英会 在精英会当中 我们会一同来分享导读太阳升德导师的著作书籍 而且在当中还有彼此学员们分享交流的时间 这个时间呢 也可以透过了不同的一个知识的传递 或者是互相的一个激荡 达到了这个成长和学习的目的 不过呢 因为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圆满人生精英会 时间地点都大不相同 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了官方网站 或者是手机APP当中 来询问客服人员 就可以找到了大家最适合参加的精英会 时间还有地点了 又或者是大家有任何对于精英会 或者是抄码有任何的问题 想要来做咨询询问的话 也欢迎大家呢 可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 拨打电话来做询问 大家可以先把电话来抄写起来 我们台北的电话是 零二五五九九五四三九 台北的咨询电话是零二五五九九五四三九 就邀请大家一起透过了不同的方式来学习 让我们呢 储备更多的动能 在我们的各个不同的人际互动的关系当中 可以更有智慧的以退为景了 所以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 非常的感恩 又邀请到了全球超级生命 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生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感恩导师 谢谢梓荣 谢谢大家 再次的感恩太阳生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 也欢迎大家除了听广播 听到我们的福道你家节目之外 另外也欢迎大家可以使用Podcast 在当中呢 也可以听到我们完整的节目内容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Podcast播客当中 搜寻福道你家的节目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而在今天的节目 最后一首好听的音乐作品 来送上的 同样也是来自太阳生的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 逝者 好听的音乐之后 也要先跟大家收声再会咯 我们在下周六 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 FM04.1正升台北 淘平台的频道 我们空中再会咯 拜拜 我是 我会ажni 我会更努力 愿雨天彼 偏雨地 صل 愿雨地 愿病地 愿生命精彩 充满意义 日夜不止息 曾无天地的沉溺 请一生致力 刻画专起 开披心天地 牢牢扎下更近 风雨清晰回忆更清晰 阳光照耀指引前行的足迹 天地传递生命的目的 让生命精彩 充满意义 刻画不朽的 奇迹与传奇 因为今生难得来生不已 天地就是我努力 唯一的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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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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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我的意 能让生活更容易 我会尽全力 愿雨天彼翼 愿雨滴灵笔 愿生命精彩充满意义 日夜不止息 只要还能呼吸 请一生之力刻画传奇 开闭心天地 牢牢扎下痕迹 风雨清晰回忆更清晰 就算用尽一生所有的力气 也要把握我难得的奇迹 让生命精彩 充满意义 刻画不朽的 奇迹与冲击 因为今生难得来生不已 天地就是我努力 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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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絢爛的來生不易 天地就是我和你 唯一的歸意 的歸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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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